凌儿最近如何了 除了一发小脾气 其他一切都好了 我这个妹妹任性起来啊 无法无天 连我的劝告也不肯听 现在既然沐浴成舟 盼望你善待她 将军懂得替妹妹担忧 为何不替自己筹谋 我有什么好筹谋的 无非是领兵打仗 守住本分 嗯 但您秦王削取武安军的爵位 强令牵出咸阳 家产田地一并没收 将军也因镇前势力备受排挤 如此屈辱 你就不想一雪前耻 若是你不想 又怎会听我的 置言片语 便心夜兼程赶回咸阳 如何学耻 身为武将 当然是以战学耻 何来机会 秦国连丧两王 一旦消息传到六国 你要的机会 就在眼前了 殿下 吕大人来了 拜见太子 前方有紧急军情 东州军派出特使 以大秦联丧两位王者 国内局势动荡为由 游说各国共同伐秦 何纵伐秦 我已下令全国封锁消息 怎会传得如此之快 当务至极 请您即刻继位 父王丧期未过 若我在此时登上王位 只怕 孝 分为凡人之孝 与君王之孝 凡夫俗子 匹马带孝 看守凡营 便可称得上是孝 义国君王 应该主持朝政 广爱民心 方能告慰秦国 历代先祖之英领 秦国遭遇战事 理应由王上任命将领 共抗联军 所谓名不正言不顺 天底下哪有太子 发动号令的先礼 若您想调兵遣将 先得立刻击备 请太子立刻继位 恭请太子继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拜新军 恭喜王上席位 国王万年无期 万年无期 万年无期 国王上席位